给你们的同学 亚洲很多人 和其他朋友的 甚至多多人 三个人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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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 学校 試书 学校 在学校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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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美院 在世界美术 也参加 做中央美院教学工作 但是我跟胡荣 当时有个美术大志的 副主编叫胡荣 胡蓉关系非常密切 我们住的家也比较近 她的夫人冯雁一 也是我们中央美院的老师 所以关系很密切 当时胡蓉就经常组织一些 读书班 或者做一些研讨会 这些研讨会 我是经常参加他们的研讨会 当时参加的有周少华 有伊朗这些人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是搞美术 搞文艺理论的 美术理论的人在一起 所以我们经常一起聊天 所以当罗东丽的父亲 展出以后 社会上就有不同的意见 就有争论 胡蓉就跟我讲 他说有人说这个话好 有人说这个话不好 他当然他是支持这个话的 他是支持这个话的 不但他支持 还有当时的像逆信廷 逆信廷他也是 他对这个艺术眼光也是很好的 他能判断出这个作品好不好 他因为他中央美院 也读过书 因为他自己对这个艺术的问题 还是有一定的看法 不想有一些搞理论的 搞批评的 对话 术老的话 并不是很懂 他是懂话 所以他对这个 罗中丽的四川的绘画 他是肯定的 他是肯定的 肯定这个 这个时候呢 邵远德 就是已经有人写了文章 就是说这个父亲非常好 非常好 但邵远德就看了这些文章以后 就认为他们言过其实 认为这个父亲并不好 他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 父亲这幅画是描写农民的 几苦的 是表现劳动人民的 这个就是他的苦难的 那么这种画出来以后呢 会造成中国这个美术界的 思想的波动 将来都画这些劳动人民的 这个苦难 而不能表现这个 这个劳动人民 这种积极的 上身的这种 这种面貌 邵远德 他是研究文艺理论的 应该说 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也并不是不重要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看一个问题 从不同的角度看的话 邵远德这个观点 他也有他的 有他的口取之处 就是说 画父亲这幅画 在当时这个父亲这幅画 他之所以重要 因为他暗和了 暗暗地 和我们共产党 和我们政府 和我们的意识形态 要关注农民的命运 要关注农村的改革 暗和了 他并不是 罗伦立并不是想到这一点 说我画这个父亲 就是为这个中国 这个中国政府 或者中共共产党的 这个农民政策服务 他不是这个 他是一个 从在这个 在这个 在四川 在山里面 在农村里面 他看到农民的这种生活景象 看到一个 一个逃分的农民 他是得到了一种 真气的感受 他画这种 他问题是感性的 也是非常 就是很偶然 就是说 他有某种偶然性 当然他的修演 他的知识 他的积累 他的功夫 但是他这 他也并不是说 他是有目的地 要画这幅画 画个农民的画 所以我们中国社会 要变革了 要关注农村了 关注农民了 他没有这个 但他这幅画出来以后 他觉得起了这个作用 就是说 他跟我们社会的变革 是吻合的 所以这幅画的历史意义 就在这个地方 他是一个画家 但是他把这个绘画 他不自觉地把这个绘画 提到一个很高的 思想高度和哲学高度 这个作用 最后的意义是很大的 当然并不是很多人都认识这一点 但是从传统的意识形态 我们中国的传统的 就是说五四以后的意识形态 尤其是文艺主堂会以后的意识形态 我们是要描写那种美好的东西 理想的东西 所以当然这父亲 不是我们理想的一个人物 实际上是一个被遗忘的 被我们忘掉的一个农民的一分子 这个农民的一分子 我们对他的遗忘 表明我们的对农村的政策 需要改革 需要发生变革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少演的提出来 根据过去的传统的美学思想 提出一定意见 就是希望不要大家都去画这些 这些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他这个评价 当然从我的观念来讲 我是不同意他的观念的 但是少演的到现在为止 还是保留 他是这个观念 他不久以前还是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去年 前年还是写过一篇文章 批评这个卢宗立或这个父亲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是一个学者 一个评论家 他坚然坚质 他自己的观念 我们应该尊重他 所以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保持不同的见解 那么他写了这篇文章以后 每次他只要发表 因为他是真名 他是讨论 每次他只发表 他就告诉我 他说这个文章我就发表了 但是你是不是写一篇文章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和他讨论 讨论这篇文章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对这个作品的肯定的观念 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意思 当时当然还没有 这期讲得那么明白 但是意思这个意思 这个话应该是肯定的 这个话实际上也是个典型 这个典型是我们农村没有变革 没有变化的一个典型人物 它有典型意义 他认为不典型 他认为典型人物应该是高大的 是光明的 是朝气的 是有朝气的 那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 所以这个文章发表以后 就对他带来不少压力 因为青年人就认为 烧羊是保守的 青年人很直观的 他就把它分成是保守的 还是激进的 或者是革命的 就认为烧羊是保守的 所以对他压力也不小 但是这个争论 我现在还多少有一点好处 对大家认识 理解罗宗立的父亲 我这一类的话 应该说我们 自从罗宗立父亲出来之后 我们中国的绘画的面貌 就离开理想主义的状况 已经开了一个新的 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一个新的道路 参加研讨会 那是很多的 因为当时在北京 经常参加这种讨论会 我们有几个一个 仙山的理论研讨会 在仙山举办的 仙山举办的理论研讨会 那当然你住的仙山 是我们早期的一个 仙山理论研讨会 大概是在86年左右 86年87年左右 还有我们理论委员会 成立的时候 87年的理论研讨会 还有我们88年 在杭州举办的理论研讨会 还有在阴台 阴台举办的 山东阴台举办的理论研讨会 这些讨论会 对当时争论度非常激烈 争论度非常激烈 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 争论的焦点就是说 中国要改革开放 中国要面向世界 中国要吸收西方文化 西方艺术的成果 但是卢虎保持住 中国艺术的特色 这个地面意见就比较 分歧就比较大 实际上这个两种意见 归纳起来 一种意见就认为说 我们西方 有些人没公开这样说 但实际上就说 我们要西化 就是说我们西方的道路 是我们就是 现代艺术的道路 另外一种意见 认为对这个有所批评 认为我们的道路 应该是中国 有中国的道路 可以吸收西方的成果 但是要防止 就是按照西方的道路 来改造我们的艺术面貌 这个两种意见里面 就是说前一种意见 它比较开放 但是它有它的不足之处 这个不足之处 就是它对西方的 这个艺术的这种分析 就是说往往区败 一种客观的分野 都认为读非常好 一切都是很厘显的 都是很美好的 而后一种理论里面 多少含有一点 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情绪 就是说中国的艺术 有中国的特有的面貌 而中国的艺术 基本上就是说 要保持自己的面貌 或保持自己的道路 那事实上一个艺术不可能 艺术跟空气一样 跟海岩一样 它是互通的 中国和西方 它是互通的 它不可能说一个绝对的保持中国艺术的不变 中国艺术固定的隔绝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两种意见里面 都有合理的因素 都有不合理的因素 但是我觉得这种讨论 对中国艺术的促进 对中国艺术界提高自己的民族文化的自觉性 这个是相当于好处 就是我们一要开放 二要有自己的立场 你不能把 不能说 就一开放 就失掉自己的立场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不能因为要保持自己的立场 而不开放 或者我们对开放很惧怕 因为要开放 什么都要进来 要进来我们都要 这里面就有好的有不好的 那关键你自己 我们在空气里面 我们可以吸收好的空气 不好的空气 但是我们只要身体是健康 我们就可以排斥一些不好的东西 所以关键是要加强我们的主体的 本体的这种抵抗力 或自己的这种免疫力 不能因为西方有这样那样 和我们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就要被门召去 把门关起来 不该开放 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中国美术界还存在这样的争论 我是很客观地理解 而且我认为这种争论非常有好处 因为这争论就说明 中国人 中国艺术家他要考虑自己的问题 他要考虑世界的问题 那么把这世界的问题 或自己的问题集合起来 那么就是中国艺术家 他一个希望 他的未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